上个视频,我们考虑了谷尼尔的魔掌 这个视频,奥利亚教你如何替换掉男佣的护制武装 并且在开学游戏前做一些必要的设置 重做飞船,来到地球的外太空 此时,我们就开学了系列任务 我儿章里面,源于谷尼尔的细节 我们飞船的大部分系统都处于了贪矿状态 我们首先要跟进鞋骨安装模块,以恢复其使用 但由于其他猛怪的确实,我们并不能正正的寻找 狸猫建议我们先恢复飞船的通讯器中 以便日后执行构项任务 此时,正确心地战甲十一周年纪念 我们可以在邮件中引起把Depth询认 后得要用它替换掉了男佣的勾制武装 没有这个奖励也有关系 我们可以在针械骨中用心地购买骨刃 提换勾制武装 在开始录队前,需要先做一些设置 首先是修改手衛的两个按键 阿里亚习惯将近战重机和次要设计放在神剑的右键 按在按下右摇杆时快速浏览镜子 然后是挂制设置 挂制提升采样方式 我们使用深度设计超级采样 然后将挂制预设打到最高 还有视野机的拉高 阿里亚这里完毕设置了 武器的关闭动态模糊 无障碍功能这里关闭屏幕广动 并降低队友视觉效果 好 好 誒 好